这片潮水澎湃的水域涌动着生命的希望 这片美丽辽阔的土地滋养着人们的生活 广东台山位于珠江三角洲西南部是著名的桥乡 这里是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结构 两种文明的交融补育出多元而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世代智慧的台山人辛勤劳作 为的就是能够得到来自这片海洋的慷慨馈赠 获取这片土地里的丰饶物产 四季轮转又到了一个金丘 正是鱼虾满仓 蟹豪肥美 莲藕香嫩之时 令广东台山人无比喜悦的丰收季已经到来 一幕幕丰收大戏的序幕拉开了 晒阳来阳光 看似被动 但海间却要更主动地晒太阳 但要晒得均匀 关键还要看翻架 罗工 发酵工程的老师傅 佛言下沉 经验和李华志都告诉他 下层的江牢该晒太阳了 翻箭 机器用八股粒 五四角翻拌 均匀利落 没有一层江牢会被阳光拉下 一场晒之结束 正是色香味的恰到好处 海天把世上独一无二的阳光作为原料 并最终细致地转化到食物上 化作我们平凡的一日三餐 海天 用心晒速 每一瓶酱油 他在想什么呢 天知道呢 江叔叔 一起吃饭啦 想了那么久 终于又团圆了 我也想你好久了 你当然想好久了 能想正宗 中国味道 龙壮教教特经 天降甘露 纯净清新 碗碟光节 果树清爽 天露 洁净精华 蓝月亮 华而不舍 简而不凡 考字教 珍藏识教 文明礼貌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 无私帮助 让每颗心离得更近 爱护有我 迎接新的每一天 共同保护 环境可以更美丽 遵纪守法 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 建行社会功德 做新时代好公民 大家好 我是决心 我现在就在广东省台山市的恒山渔港 此时此刻现场正在举办一个福祉修鱼的开渔仪式 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情绪都非常的高涨 现场也很热闹 而在我身后呢 就有几百艘渔船 蓄势待发 即将出海捕捞 那我们也预祝渔民首次开渔就可以 鱼虾满舱 喜迎丰收 恒山渔港位于台山市汶村镇的南部 是台山三大渔港之一 地理位置优越 是天然的避风两港 伴随着阵阵鞭炮声 新一轮的开渔期捕捞也正式拉开序幕 我现在呢 就跟着周哥一起出海了 但是我们不是出海捕鱼 我们是要出海收鱼 是吧 周哥 对 对 对 作为一个广东人 味道调查员执心虽然也有几次出海的经验 但出海收鱼 还是第一次 希望我们这次能有个好周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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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建州是台山市汶村镇渔业村的一名职业收鱼人 这片海域 它已经往返了将近三十年 那你看 咱们这一趟出去能收多少啊 这个遗迹不了 遗迹不了 肯定遗迹不了 要根据它那个鱼化的 我量大多大鱼 我量大多 我就能收的比较多 能收到什么样的鱼啊 基本上都很扎的 那种 所以咱们这边种类还挺多的 对 对 对 还挺多的 我看你准备的好的 这个小兰就能收满吗 您觉得 希望能收满这样 周哥告诉我们 他从十四岁开始就跟随父亲在鱼船上工作 后来自己买了船 做起了职业收鱼人 在开鱼期 因为捕捞船在作业期间 十几天都不会靠岸 所以为保证海鲜的品质 都要靠出海收鱼的船 将鱼运回港口储藏或销售 渔民们每天都要在船上工作十几个小时 每条出发的渔船就是一个家 承载着一家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海山捕鱼和其他地方捕鱼方式不同 渔民一般使用单船双托网的方式作业 并且托网的网眼不小于54毫米 只捕捞大的鱼 这样做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做到真正的年年有余 经过三个小时的海上航行 我们终于见到了捕捞船 你刚说是浪太大了是吗 这种浪还算大吗 不大因为它两个船扩在一起很容易碰 浪太大两艘船没有办法靠在一起 能看到他们今天收了多少吗 今天不多 不多 今天不是开鱼吗 为什么开鱼因为它们就是坏鱼 它们不占 不不了 今天还是有点遗憾 因为收鱼船机器有点故障 所以没有办法补太多 所以今天的收获可能就是一般般 一般过鱼又时间比较长了 鱼多的时候 一般都过一两个小时的鱼 就是把那鱼拉过来 都拉一两个小时 但是今天的鱼不多 在台山 收鱼船和捕捞船都是对应服务 一条收鱼船最多对应服务 两条捕捞船 在收鱼的同时 给捕捞船补给淡水 及日常生活用品 来看看我们今天收获了什么的 这个是我们叫浅鱼 浅鱼就是狗浅的那个浅 一个大鱼点的那个浅 这个虾好大 你看这么大的海虾 虽然在我们看来 这些收获已经足够丰富了 但对于常年出海的渔民来说 实在是少之又少 因为这艘捕鱼船的机械故障 导致收获大大减少 这让我们难免有些遗憾 周哥决定带我们晚上到码头 去收另外一条船的鱼 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了 我已经很疲惫了 大家看一下 后面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收的货 他们即将通过这些大货车 运到全国各地 那我们还得继续工作是吗 对啊 我们大概还要干两三个小时的工作 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千片一律的工作 就是多和少的问题 也是早起晚归啊 其实我看你早上也很早起 现在还得再工作两三个小时 对啊 因为正常的抓睡时间 基本都是差不多这个样子 在开鱼期 周哥每天都要这样连续工作 十几个小时 收鱼回到码头之后 还需要争分夺秒的 把船上分装好的鱼 加上冰再运到卡车上 保证鱼都是新鲜的 现在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周哥的工作终于快要结束了 因为这个火不等人的 因为它放的时间长会 会那个 坏掉 对对 会坏掉的 对对 但是我饿了 我真的饿了 那我们干嘛 就带你们吃 吃一顿好的 好的 好的 深夜一点 码头已经安静下来 周哥带我们来到了一家工作之余 总会光顾的小店 这里是他专属的深夜食堂 细嫩的龙头鱼 爽口的酸菜 几乎是最简单的食材 和最普通的烹饪方式 却成就了这道最地道的台山风味 他是周哥的最爱 这都是什么呀 这个龙头 那个酸菜鱼 那个是皮皮虾 先尝一个这个 先尝一个这个 豆腐鱼 这豆腐鱼也很嫩的 它的肉就真的跟豆腐一样 不过它肉里面还是有一点刺的 要小心一点 可能是我今天实在是太累 我觉得吃什么都是好吃的 因为肚子太饿了 太饿了 您平常工作的强度都这么大 也没有 也不算是强度 因为经常都 就是每一天都是这样 你习惯了就没有那种强度 这个生活是不照也行 但是它每一天也有激情 就是你感觉明天有希望 你今天就会 那个活力比 那个动力比较高 如果你感觉 你都没有希望了 那点还能生活下去 渔船往来 初入碧海 深夜食堂不仅抚慰饥饿 更抚慰收鱼人疲惫的身心 周哥又上船 去准备第二天的收鱼工作了 开鱼期给渔民带来的 是丰收的喜悦 和美好生活的希望 这让一切的辛劳付出 都是值得的 大家好 我今天来到一个充满我二十记忆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我以前小学啊 初中经常来这里 秋游春游的就是川岛了 但是呢 我今天去川岛 主要是寻找美食的 要寻找一道岛上 非常有名的一锅饭 就是当地人都知道 还非常好吃哦 走 先上船 当地人告诉我们 要想吃到这道美食 就必须到海边找一位神秘人物 我看到那边 应该是渔民吧 他们在海上好像在捞鱼嘛 但看着也不像捞鱼 我一定要去看看 大哥 大哥 打扰一下 你在干什么呀 我在挖沙白 这个是上川岛的最鲜美的海鲜之一 哦 它是小小的 然后挖出来之后还要挑 眼前的这种白色贝类 就是人们常说的沙白贝 而刘天庆作为一名美食达人 经常会和家人来这里捞沙白 他就是台山人口中 会做天下第一饭的人 我们今天要和阿庆一起 对这道美食一探究竟 大哥这东西怎么用啊 等一下我教你 把腰带扣上 然后你往后拖的时候 有阻力了 然后你在这里再往前推 哦 再往后 再往前推 我先练习一下怎么用 往后拖试一下 哎 哦 伸直一点 对往后拖 啊 然后往前推 手往前推 手往前推 伸着往后拖 然后再往回 再往回 手再往回 再这样 对然后往后拖 再往前推 哦是这样的 对了 我大概懂了 就是往后走两步的时候 其实是把这个 虎网放到 沙里面 去捞东西 对对对对 然后往后退一步 就是让这个泥露出来 对对 然后剩下这些贝壳 是的 我带你下海去撕一下 好好好走 走吧 哇还挺重的这个 经过简单的学习 被刀调查员 满怀信心的 带着沙白桃走向海洋 准备大险伸手 结果却让人意想不到 我感觉在海里会吃力一点 你走歪了 走歪了 你要往后退一点 因为你往海洋去的话 会越来越深的 我还以为就顺着海浪 它就可以把东西推进去 你越往外会越深 水会越深 果然人是生活在陆地上 下到海就连不知所措了 所以我们平常在这里 吃到的沙白贝 都是这么捞起来的 对 这里上川岛的沙白贝 大部分都是这个沙滩 上川岛的非沙滩 平缓开阔 海浪裹挟着丰富的贝类资源 将其引溺在洁白细腻的沙滩中 因而此地也就成了 渔民捕捞沙白的理想场地 然而阿庆却说 要想捕获更为肥美的沙滩贝 就必须到更深的海域 冒更大的风险才行 我现在走不动 因为海浪太大 回到陆地上的感觉太好了 来来看看我们今天收获怎么样 还不错 这是我的吗 对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我阿姨的也有 好重 我没有力气 还有这种就是最肥美的 你拿一下是很成熟的 对不对 有点像个小石头一样 我一辈子都会记住它叫沙白贝 那大哥 咱们今天找的这个 不不不 还有个问题想问 就是我今天是来找咱们当地的一个饭的 那咱们抓的这个沙白贝就是做那个饭的食材 不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你讲的是那个天下第一饭 上川岛的那个四下饭 对 对 下午我带来 不是 那是另外一种东西 我搞了半天 你告诉我 这个食材不是 不是 那这个能做别的吃了吗 可以啊 这个可以清水 可以啊 行 下午我带你去 好嘞 让味道调查员没有想到的是 努力了一上午捕捞的沙白 竟然不是用来做天下第一饭的食材 阿庆说 与之相关的是另一种更难采集的食材 因为潮汐的关系 采集这种食材只能在下午进行 出发 就在这找吗 对 这个就是 小小的 对吧 看起来有点像背 对 这是背 上川岛俗称是螺 天下第一饭就用它做的 对 找这个有什么技巧吗 有没有说哪块石头看起来比较多 这里你看 这里都是 哇 这真的很多 这里 对啊 所以它挺不好踩的 就没有经验的人都找不着是吧 是的 我看这里也有 哇 这个更大 这说有点像普通的蛤蜊一样 在上面长了毛 咱们今天得找多少呀 阿庆 够一顿饭 够一顿饭什么概念 我都没有吃过它 你半斤我半斤 好 来来来 阿庆要采集的是石霞罗 学名清憨 多附着于沿海礁石的缝隙中 只有潮落的时候才能采集 因而每一次采集都是一场与时间的竞赛 每天就这么几个小时采是吧 是的 所以说美味都是来之不易的 像我们刚来了没多久吧 半个多小时吧 是的 这个潮水又要上来了 那我们今天晚上够不够 阿庆 再采一点我们就可以够了 够了是吧 对 我来一趟必须得吃到天下第一饭 对 眼前的这种石霞罗 除了采集比较艰难 看似并没有什么独特之术 此时我们对天下第一饭的名头 产生了更多的疑问与好奇 这道菜的灵魂 之中的灵魂在这里 这个 这是什么呀 蟹 这是跟它共生的一个豆蟹 这个叫豆蟹 它是住在这个我的壳里面 寄居蟹 也不是 它是共生的蟹 是有了这个豆蟹的石霞罗会更鲜 对 你看 是不是很可爱 是不是它不小心钻到里面去的 不是不是 它是跟这个被共生的 哇塞 这应该都没有成型的吧 不 它就是长这么大 就长这么大 对 所以它在豆蟹 这是它的特别之处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石霞罗 把它吃了 就它爬过去的 不 它会抓东西回来喂这个 然后这个壳是保护它的 哇塞 那真的是共生啊 这是一种共生关系 对对对 第一次见这种被壳里面 还有小蟹 这有点像小淡菜 对 但是淡菜是亲口被的 那个肉 那它们的味道会不会有点像 都一样 都一样 然后你吃了你就知道 那阿清 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以前 理工男 理工男 对 我看不出来 我感觉您看得很像文艺男青年 因为我比较喜欢旅游 喜欢摩托车 很追求自由洒脱的 所以我就没在城市里面了 那你原本是在哪 我老家是江湿 但是你英语说得很好啊 我刚听你说 好像说得很标准 因为我是广东十几年 十几年 那你为何会想到回到这边呢 我是 我老婆在这里的 哦 为了爱情 又我为了美食 也为了美食 为了爱情也为了美食 挺好的 估计就是很多人 向往中的生活 阿庆说 所谓的天下第一饭 实际上就是一道煲仔饭 用到的辅料 也是寻常可见的 腊肠腊肉等传统食材 这让人不禁疑惑 天下第一饭 真的是名副其实吗 好 那其实咱们配料 还是挺简单的 看着是简单 但是要做出来好吃 不简单 那您做的这个天下第一饭 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呀 心不一样 用心做菜 对 美味自在是吧 对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做饭了 好 放饼下去 水 现在煮着饭的同时 我们来炒这个配料 将准备好的配料 逐一放入锅中 随着油温的升高 腊肉腊肠等配料的混合香气 逐渐充满整个厨房 一盘石虾螺肉的加入 更是为眼前的美食注入了灵魂 等到锅中的水分炒干 天下第一饭最重要的部分便大功告成 现在我们先放料 这个料放下去之后 要把它铺平 就是让它的汤汁渗透在这个饭上面 但是我觉得 这锅饭看起来制作其实挺简单 那它怎么就被称为天下第一饭呢 因为它鲜 所以它的味道是很绝的 对 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也采过 也知道它采得非常的艰难 所以它称为天下第一饭 除了是味道很好 还代表它很珍贵的 对 在等待米饭闷熟的间隙 阿庆利用海草 搭配我们辛苦采集到的沙白贝 不一会儿功夫 一碗营养美味的沙白贝海草汤 就烹煮完成 此时 一旁的石虾螺饭 也正好到了出锅的时刻 吃一下 吃一下 来来来来 一起尝吧 好 一起来吃一下 你又能尝到石虾螺的那个鲜味 对 在平常的煲仔饭里面是很少能尝到海鲜的鲜味 对 它还能尝到我最喜欢的辣味的那个香味 对 也是很浓郁的 还有葱 所以你吃这道饭是更加合口味 太合口味了 我太喜欢了 对 我觉得再苦再累 有美食味界都是值得的 还有家人 对 还有家人 对 越嚼越香的天下第一饭 久久不绝的唇香尚在回味 在阿庆看来 只要与心爱的家人在一起 再平凡的生活 也会过得有滋有味 石虾螺 以及那一个小小的共生蟹 可以说是给整锅饭提鲜的精髓味道所在 而在这个丰收的季节里 听说在珠江口西端的都湖镇 那里的蟹味会更加有人 大家好 我今天来到了广东省台山市都湖镇的一个小村子里 在我旁边呢 这些都是池塘 然后里面养的都是青蟹 我今天来这里呢 就是要寻找蟹中之王 那边有个房子 我们到那边去看一看有没有人 都湖镇位于珠江口西端 咸淡水交融汇聚 是台山市主要的青蟹养殖基地 据说当地有一种蟹中之王的黄油蟹 非常难得 也非常美味 我们此行有没有运气能够找到呢 大哥 你好 我终于碰到一个人了 走路里一路没看到人 你在干嘛呢 去拳这堂看一下 那个堂基有没有漏洞啊 在检查池塘有没有漏洞是吗 对啊 眼前这位蟹农名为王剑树 八年前 王剑树和儿时的伙伴 武剑雄返乡创业 合伙养蟹 如今承包的蟹糖 面积已达三十三公顷 平均亩产青蟹一百多千克 这是螺丝啊 对啊 螺丝 初哥 原来蟹是吃螺丝的 我也最喜欢吃螺丝 现在没有那个米咸味 只能喂一下螺丝 少量喂一点 所以螃蟹是可以吃螺丝的 这是我第一天知道 所以咱们黄油蟹也吃这个吗 对 因为那个黄油蟹是从那个青椒那里产出来的 黄油蟹其实是青蟹 走咱们赶紧去喂吧 现在喂那个 十至中秋 正是青蟹最肥美的时候 阿树和伙伴要给青蟹进行出堂前的最后一次投喂 还挺好玩的 耳料的投喂 让青蟹活跃了起来 趁机下入地龙 只需一晚的等待 青蟹们便会自投罗网 然而 当我们正期待着明天的丰收时 却出现了意料之外的状况 大概就突然暴风雨是吧 是啊 受到时间的天气导致这样啊 一下要暴雨 一下要停一下 比较工作的比较麻烦 因为台风即将来临 连绵的阴雨会降低蟹塘中水的盐度 从而影响青蟹的品质 所以要把蟹塘中成熟的青蟹都补上来 经过数小时的漫长等待 终于雨过天晴 也迎来了我们最期待的丰收时刻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捞到 让我们心心念念的黄油蟹呢 我帮您收一下吧 你拉这样拉 这个就洗一下 洗一下 慢慢 好多青蟹好肥啊 只有我手掌那么大 你看多红 咱们这个堂里是蟹很多的是吗 嗯 存活率高 看这个情况是可以 收货满满 等一下我们再慢慢挑 有没有黄油蟹 我们会提前弄一点草 遮着它让它不打架 好了我们的笼子 这边的笼子起完了 好 那我们上去捡蟹 怎么挑它是不是黄油蟹 看它这个脚 是不是就有 很重啊 煎黄色的啊 煎黄色的 这个黄油蟹 这个是 它是普通的 高两了 平均都有五两一下 五两多了 好像现在这么看下来 它们的腿都是白的 看来今天 今天就没有了 啊 今天没有了 对 能再挑一挑吗 书哥再挑一挑 看看有没有好不好 都挑完了 没有了 就这么难找吗 这么难捕获吗 因为我们自己抓的很少 就没出上多少个 我真的是特意 跑到池塘里面去找了 会以为概率会大一点 但是黄油蟹 它真的很稀少 真的全靠运气 对 看来我们今天运气不怎么样 刚刚捕捞上来的青蟹 青蒸最能保留它的鲜美 将青蟹灭活 能够保证蟹钳不脱落 再将蟹塞蟹钳等部位 清洗干净 放入锅中 接下来只需要静心等待20分钟 美味就可以出锅了 好了是吗 好了 先开看看 先把火关掉 我还以为需要做什么仪式感的东西 哇 这个颜色太诱人了 谢谢大哥 让我大饱口服 闻着就很香 蟹的香味 好大 要流口水 我真的要流口水了 哇 看下这个蟹糕 太香了 来一口 咬一口 吃一下 好满足啊 满口那种蟹油的香味 因为它真的是 那个高化成油 岂不是更香 像黄油蟹那样 如果是黄油蟹啊 你看到这个肉的地方全部都变成高了 嗯 肉的部分都变成高了 倒是煎黄式的 对不起啊 哇你越收我越想吃了 没关系的 留点遗憾 欢迎你下次再来 掀开蟹壳 高黄肉肥 得天独厚的咸淡水养殖方式 使得台山都湖镇的蟹肉更加醇香甘甜 青蟹尚且如此美味 黄油蟹又是如何的绝妙滋味呢 他破铁蟹寻找美食 所以冒着风雨 我又来寻找我想要找的蟹王 黄油蟹了 树哥打电话告诉我呢 说在这边有一个青蟹体验馆 可以找到我想要的蟹王 一起去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 他现在就是慢走了 是吧 张杰棠是一位有着四十年从业经验的厨师 也是台山有名的烹蟹高手 从他手中诞生的青蟹美食 数不胜数 我眨眼看 好像跟那只没什么区别 对周一山 对光周一山 金王似的 这只呢 你别说这只吧 它还没有变王 我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蟹王 黄油蟹 从农历六月开始 日晒雨林的不断交替 即将产卵的成熟雌性倾蟹 正在酝酿着一场绚烂的改变 它们体内的蟹黄 分解成金黄色的油脂 这种金黄的油脂悄然渗透到体内的各个角落 整只青蟹充满黄油 蟹身坠上橙黄色 甚至蟹壳上都会闪烁着点点油株 蟹中之王黄油蟹华丽登场 它又将带来如何经验的味蕾体验呢 吃这个黄油蟹呢 是吃这个天蟹的最高剪剂 那一般怎么吃这个黄油蟹啊 是不是得清蒸 清蒸最好的了 是吧 清蒸最好的 原滋原味 顶级的黄油蟹 保证蟹身完整 只要蟹身有一点残缺 体内的黄油就会从缝隙中流失 味道也会大大折扣 张杰棠先将黄油蟹用冰水浸泡 避免烹煮时黄油外流 随着水温的升高 蟹壳中的虾红素与蛋白质分离 呈现出艳丽的红色 蒸到恰到好处的黄油蟹 蟹盖蟹爪关节处均可透见金黄色油脂 风鱼的视觉观感让人按捺不住 对其味道的向往 哇终于可以尝黄油蟹了 我先给大家对比一下黄油蟹和普通的青蟹有什么区别 这边呢它的蟹膏是很明显的 肉是白色的 这边呢它是蟹膏蟹油混为一体的 很香 很香 有点像黄油 有点甜甜的那种香味 对对 尝一下尝一下 开始动手了 然后这架是油呢 用这个勺子来挖 用勺子挖出来 哇太香了 又香又滑 甘香炖滑吧 蒸好的黄油蟹色泽鲜艳 将蟹前分离 前肉也透着金灿灿的蟹油 蟹肉纤维清晰 结实富有弹性 蟹黄丰满优质 色泽鲜艳 满口蟹黄的浓郁 唇齿留香 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今秋十月 台山县农们用自己的辛劳 换来了丰收的喜悦 而在台山市的海燕镇 另一场丰收大戏 也正在上演 我们得赶紧看看去 台山市的海燕镇盛产莲藕 现在正是莲藕丰收的季节 据说他们还可以用莲藕做成全藕艳 所以今天我特意来到这里 来到藕田旁边 跟着当地人一起去挖藕 走 一起去感受一下 丰收的场面吧 初秋是海燕镇联藕收获的季节 这个时候来自五湖四海的挖藕人 都会聚集在海燕镇 劳作 生存和食物 把这群人联系在了一起 大姐 您在挖 您在挖我是吧 原来我今天来看一下 这么来挖吗 把整个身子淹下来挖吗 看起来挖我挺难的 我得深呼吸一下再下去 十年前 蒋玉桓和丈夫何善君 从老家湖南来到海燕镇 从普通的挖藕工作开始做起 一干就是十年 为了家人能有个好生活 他们辛苦劳作 努力打拼 如今的他们 在海燕镇承包了上千亩藕田 成了当地有名的种藕大户 那一大姐姐怎么挖呀 用手挖 来 挖点皮 我怎么知道这有藕呢 我手摸一下 那是名头啊 摸一下 那个苗摸下去有名头的 什么是藕的苗呀 是先用脚踩吗 你那个手不够长的话 可以用脚踩 踩到了 然后你就用那只手下去摸 我脚好像踩到了 这什么呀 我摸到了 摸到了 我一直以为它是脸藕 我踏了个大泥 脸藕躲藏在藕田下面深深的淤泥中 要想得到它可一点都不容易 它在这个这里 所以你摸到这边越来越小 你就从这根根这里插到 然后这边就是长了 你就顺着这条鱼 打边缓这条鱼是这样的 然后你就顺着这条鱼这样挖挖挖挖 把那个鱼抛开 然后就把这条鱼慢慢的抽出来 把它松了过后就把它抽出来 等一下 怎么会有那么短啊 这下是四个苗来的 这不是它的主 不是它的主 主的苗 主的花才在下面 那里聊 所有的花还在下面 对 那这个挖好人帮我买 要在那个水子上浮起来就可以了 等一下会有人来捡 等一下 它沉下去 原来太重了 不会沉 不会沉 它等一下就浮起来了 经验丰富的挖藕人不会乱挖 先判断准确有藕的地方才会动手 同时挖藕要有耐心 用手慢慢摸 先确定好淤泥下整段脸藕的走势和长度 然后逐断清除淤泥 最终才可能成功取出完整的一段脸藕 这条比较长 我看那个大哥 他拿着那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个水架 这样是不是比咱们传统这样挖下去的挖藕好 蒋大姐说 现在的挖藕人会借助高压水枪这一工具 直接利用水压 把埋在淤泥里的藕冲出来 挖藕人手脚并用 几乎整个身体都是趴在水面上 藕在泥下多深 他们的手就要在淤泥里探多深 摸到一条藕 用水枪将藕周围的淤泥冲散 才能完整地将藕挖出 当时一开始种了藕的时候 没有想到败的这么好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我那个也会能消失到国外去了 美国人也吃到我种出来的银河 那时候根本就没想到这个问题 所以所有辛苦都知道 但是上天苦大残见 我们的味道调查员在藕堂中干了一个多小时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挖出几根脸藕 就已经感觉腰酸腿疼汗流浃背了 而像蒋大姐这样的挖藕人 要在丰收的季节里 每天都要头顶烈日 身体泡在泥水中 连续工作十个小时以上 为了赶上好的市场价格 他们要抢收莲藕 这样的劳作要一直持续几个月的时间 傍晚 挖藕工人把刚挖上来的藕进行初步清洗 白白白净净的藕与他们全身是泥的身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吃藕容易挖藕难 正是有了这些挖藕人的辛勤劳作 数以亿吨的新鲜莲藕才能走进千家万户 走向全国各地百姓的餐桌 在海燕当地有包用红炒用白 老藕包嫩藕炒的挑藕法 那么蒋大姐会用什么样的藕甜特色美味 靠劳我们一天的辛勤劳作呢 让生的也开始 很甜 很脆 又脆又甜 这很适合凉拌 对 凉拌也好吃 在台山当地 莲藕通常的做法就是煲汤 然而在蒋大姐这里 却拿它和生蚝搭配 这两种鲜美味道的食材 有什么样的滋味呢 哇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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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生蚝是这么翘的 我第一次煎 我能试试吗 可以啊 我能试试 我找一下 哦 这个好小啊 生蚝宝宝 然后看一下我跳这个好小啊 那咱们这个取完之后 这些要把它掰下来还是 把它掰下来 等一下洗干净 清理一下 台山的生蚝 你看多肥美啊 一看就很顺滑入口 这好了吗 蒋大姐 可以了 行 那咱们就开始做菜了 爆炒后的猪脚加入藕断和冷水 大火炖煮一个小时 等到猪肉软嫩 藕的清香和猪脚的醇香相互交融 才到了生蚝登场的时刻 哇 大姐 这是不是好了 可以加生蚝了 哦 直接翻了 稍微炒一下就可以了 是吧 对 我看这脸我都变色了 那这样生蚝不会不入味吗 最后才放 不会不会不会 它这个很容易熟的 哦 平常我们都是什么 黄豆焖猪脚啊 什么莲藕焖猪脚 咱们这怎么还加生蚝了 加生蚝它提鲜的 很好吃的 加进去那个口味不一样嘛 应该跟传统的那种焖猪脚的味道不一样 可以出锅了 生蚝蒙猪脚 蒙铃鸣 香喷喷的一道菜出锅了 好香 蒋大姐说 水汤中的莲浑身是饱 不仅莲藕莲子可以入菜 荷叶也可以用来烹饪 大荷叶 要这样放着去吗 直接把鸡放进去吗 这样放进去 调下味 放点油 那需要腌多久啊 腌一下就可以了 那选这个荷叶有什么讲究吗 要那个老一点 太嫩了因为它碰一碰就会浪嘛 那个叶子就稍微老一点点了 所以咱们用的就是比较老一点的荷叶 这个啊 对 好 荷叶蒸鸡的制作并不复杂 但却充满了自然的味道 经过四十多分钟的漫长等待 荷叶变软 鸡肉的香气与荷叶的清香混合后 飘散到空中 就到了出锅的时刻 集中好了 我打开回去 哇 这是荷叶大盘鸡的感觉 香腾腾的 来 这样就好了是可以吃锅了 对于辛苦得来的食材 只有倾尽心力 才能让它变得好吃 才不辜负这份收获 经过了四个多小时的处理与烹饪 我们的全偶宴也正式拉开序幕 经过了一天的劳动 又到了品尝劳动成果的时刻了 非常的激动 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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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谢谢大哥 大姐今天的招待 谢谢 像两口炖猪蹄呢 其实是广东的一道传统菜 但是这边呀 加入了当地的一个生蚝 让它变得更加有台山的特色 生蚝它是比较爽谈的 这个莲藕真的是整道菜的精华 因为它吸收了生蚝的鲜味 还有猪蹄 本来的那种非常浓郁的那种 肉的味道很香很香 年年岁岁 风收的喜悦 犹如生活的蜂蜜 滋润着一年的辛苦劳作 驱除着身体的疲惫与劳累 越是辛苦劳累的付出 就越会获得丰富和甘甜的回报 深深的淤泥中 埋藏着不仅仅是可口的莲藕 还蕴含着蒋大姐一家和众多偶奴们 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悉迹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光阴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流转 人们应激而作 应激而收 遵循着一套古老而严密的耕作收获体系 这些极致的美味 既是自然的慷慨馈赠 又是人们智慧与劳动的结晶 人们的情感 也跟随着丰收的节奏律动 勤劳 朴实 与真挚的情感 蕴藏在味道之中 穿越时空 穿过四季 世代相传 幸福的生活 依靠劳动创造 人们享受着 一方水土的馈赠 也更加珍视 爱护着家乡的山水 来年 在这片土地上 还会再次收获珍修 收获喜悦 收获满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